Delta印度变种病毒真的扩散到台北市了吗 两位北市民和可能是印度变种病毒Delta确诊者 有近距离接触时 28号PCR检测结果出炉 中央宣布都呈现阴性 6月20号个案有两位亲戚从台北南下探视 那6月27日我们把它列为密切接触者并裁检 那结果这两位亲戚目前检验的结果是阴性 尽管确认两位接触时的PCR检测为阴性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为了让群聚染疫情况更明朗 屏东县政府也提升警戒 更在28号新增芳疗社区快筛站 扩大筛检人数 那今天又新增了芳疗社区的筛检站 那都会那相关的居民也都乐于非常好 非常乐于配合 那筛检的情况也非常的顺利 那总共昨天的是塞了587位 那587位在PCR的结果都是阴性 所以到目前这四天下来 他已经验了1500位 那1500位都是阴性 为了全力赌疫情扩散 屏东方瑶医院是感染 印度Delta病毒确诊者足迹 高度重叠的场域 在28号也暂停门诊与急诊 进行环境消毒 而医院67位相关工作人员 PCR检测结果也都呈现阴性 并对个案总共259位 接触者进行狂烈裁剪 原事新闻 今天一顾台北市采访报道